相礼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相礼相亲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家住在伊同县二道镇的王守仁王大哥 王大哥呢 今年57岁 一米82的大哥 再加上早年当过兵 那身材绝对有型 身体呢 也是杠杠的 没啥毛病 扛100斤纳米啊 那都轻轻松松 不在话下 可就是这些人 这几年啊 大哥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这精神头呢 就不比从前了 说到这儿啊 真是挺让人心疼的 六年前呢 王大哥年纪26岁的儿子 因为交通事故 不幸离世了 一年后 老伴呢 又身患重病 他一照顾呢 就是一年多 可是三年前呢 老伴还是离开了他 两个至亲的离世 让王大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可是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 这不嘛 王大哥呢 决定从痛苦中走出来 鼓起勇气 想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你好大哥 你好 怎么样 找得准不准 二月大行都来了 相亲主角 王守仁 57岁 丧偶 家住一通县二道镇 企业下岗职工 两年后退休 退休金4000元左右 现在年收入15000元 住房面积90平米 柴火还摆这么整齐呀 这整齐啊 风吹吹干了好少 晒干了好少 都是这个三件 你是个利索人是不是啊 利索啊 长得了 我看挺板准的 整啥 这小园收拾也挺干净的 超市 房子新盖子是吧 嗯 除了都自我自我 颜色挺漂亮 是吗 那你这一般活啥都会干啊 之前的那个老房子搬盖的这个事 搬了房子 那个时候咋想新盖房子了呢 那旧房子也不行啊 他不脑子 还有耗啊 我这人连你也盖着 这大刚是酸菜大的 自己腌的酸菜呀 嗯 适合腌 你腐厉害呀大哥 你腐厉害呀大哥 哈哈哈哈 我自己个啥都得干 啥都会 啥都会 缝背都得我喝 我喝呀 缝背会呀 会呀 嗯 能扑扑 扑平了就缝 这动手能力挺强的哈 嗯 挺利索就无助的 王大哥绝对是个利索人 家里家外打理的斑斑正直 过日子的家伙事也是一应俱全 就这块小面板 那都是大哥亲手做的 可见生活能力不一般呢 四个做的 哦 大哥你手挺巧的是不是 这是钉完了 四个做的 整块木板钉上的 这好几条呢 好几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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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年了你做这个 有日子了 十十十十 还有二十年了 哦 我心里心做的呢 我心里心做的呢 我心里心做的 王大哥早年当过兵 退伍之后在凉库上班 后来单位解体了 下岗之后他种过地 养过猪 农闲时还外出打过工 为了过上好日子 挨了不少累 吃了不少苦 终于在八年前 花十四万块钱 盖下了这间九十平米的砖房 本以为日子越过越好了 可谁知天哪 不遂人院 二零一六年之后 家里接二连三 发生了不幸的事 当我们家里有病之后 这一年也不重 哦 他是啥病 他住院 住一年住院 哦 啥病啊 他是卵巢癌 哦 把你自己照过 没有西大人 我心里是一个孩子 没有孩子 出去外婆 出去撤回 一六年一夜 对 原来我们家 我家 我们家里是17年 拔一份就有病 也是上一股火 上火 是吧 那是有关 那当时给你跟老伴打击可不小 那 对我们打击太大了 医院为啥 这么说 这不是说有病了 说是没看好 那没长 对 这是意外 似乎 那时候的王大哥一边承受丧死的痛苦一边照顾重病的妻子他心里的痛没人能挺 也没人能分担 只能自己默默去承受 这几年 这手上咋过去 跟谁唠唠嗑 就眼泪一下 跟谁唠唠嗑 眼泪一下 眼泪过日 感觉是孤单点 在家没啥事都干啥呀 在家 十个十个屋做点饭 没事的 就是溜达溜达 再就是看看电视 那也是 我就看你们这个节目 我说那个 有这个婚姻 我说看电视顶子 说烙挺时代的 说挺好 我这单身已经有些 也想有个家 那想找个啥样的呀 就找个 相当实际方面 找个 诚实 根本的 朴实一点的 对 然后 朴实一点的 像你这样会过日子的 就说就包两口 我就 我比较勤俭 就有些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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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十五六度 屋里头我没事 我就进被窝了 摆上胃了 躺着 我来看个手机 哭了就碎 你这漏雨啊 这棚点 不漏 不是漏雨 冬天有点粉双向的 就感觉冻脸 咋没租个楼呢 查家也行啊 哎呀 没租 差不多价位 钱也多呀 我这 舍不得 挣得少 你得去个猪楼的 更不胜 赵大姐在内蒙古 沉默而虎齐生活了大半辈子 以做面食为生 什么油条麻花大馒头 啥都会做 每天半夜十二点起床 就开始忙活 一干就是二十三年 八年前 他奔着女儿 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长春 我先来的 我来以后 我不回去了 往他擦成了 以后他不能来 是吧 嗯 那后来咋分了呢 我俩一直就是 就是打着闹着过来 就是为了孩子没分 有啥打的呀 你说没啥打的 一天总是记着 他总是嫌你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咋干也不行 有一点不对 那你就吃搭的 也能尝尝 对咱咋样 反正 我要是不吱声那地儿的 吱声就吵吵 他骂你行 你要骂他他就打你 可不讲理了 我也不跟他硬着整 你打不过他呀 你说还吃亏 但是就吵一辈子过来 是啊 这一辈子 都伤透透的心了 不对付了 一个个儿过 它多不容易啊 一个人过日子 可是呗 现在一年比年时候大了 也是不容易 人家又整烧了 又整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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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下班回来 我也挺冷的 这个烧 最难的时候啥烧 想起27年争吵不断的婚姻 想起自己23年开早餐店的苦 想起这4年来单身的不容易 要强的赵大姐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她说要不是为了女儿早就不将就 但真正让她下决心离婚的那件事 还是让她很受伤 你和我姑娘结婚 有的都有一堆红包吗 你有的都有一堆红包吗 晚上没事的 查钱 人家那不查钱的 我一溜达了 我去看查钱的 倒出来了 数钱的 那还给你金钱 借钱的就跟借血是一样 要命似的 我说我也啥跟钱吧 你看也有我娘家人的钱呢 我说我也那啥 往处倒倒捋捋 帮她整整 就这样的事呢 就坐在床上 咋子就搂过来了 就这样子 人家都快封喉了似的 有缘我还能跟她干账吗 我也不参与了 你乐咋搂搂搂 我就心心 我也不搭你就行了 我就知足了 这一次我最伤心的 那时候就死心了 这回咱再找的话 找啥样的呀姐 最起码腾脂热的 对我好点的 经理条件 难管差不多就行了 都这顺顺了 还有啥要求啊 大姐 你好 你好 路上堵车了是吗 跟姑娘一起来的呀 这是我姑娘 姑娘开车过来的 咱们就出发呗 嗯 好 她人怎样 老好了 好 事说没有 是吗 不爽闲不喝酒 喝一点点 脾气好吗 好 好 还有啥优点呢 人家调整也不错呀 调整挺好的 事不得人家调整大发 挺好 能干吗 能干 事说没有 嗯 就是人挺随和的啊 大姐 你听没听着 刚才我问这个 王大哥家的邻居 嗯 听着了 听着了 虽然没见着面呢 嗯 对大哥有没有一个印象 嗯 还行 嗯 还行 能不能像大姐说的那样 能 到了 他家就在这儿住走 嗯 大姐你看不看出来 大哥是不是个利索人 看出来 家里这柴火 罗得板板正正的 嗯 过日子没问题 嗯 我妈就行 走 姐 大哥 我们来了 你在忙啥呢 你好大哥 今天你穿挺利索呀 来 我给你们介绍啊 我姐叫 赵秀梅 哥叫王守仁 去屋住 走 赶紧屋 在这个屋 嗯 嗯 还行 还行啊 嗯 挺好的 过日子的人 就是 挺好 挺本分的 嗯 定一下 就能看出来 这是过日子的 那我 嗯 从哪看出来的呀 就是 一举一动啥的 他就是 挺 挺根本的 嗯 不像你说 摇头一波晃的 催着红红啥的 嗯 觉得他都挺实在 嗯 实在人 过日子 不用吵啥心 嗯 然后一看着家 就能看着这个 对对对 对对对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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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 哪个一般 各流啊 各流种 对 长得咋样呢 一般也是 你没细看 大姐可耐看的 大姐 哦 哦 大大姐五官长得好看啊 你不觉得挺富态的吗 嗯 二大哥 嗯 我这 建岗上 得资格教师保 嗯 嗯 单位不管了 解除了都不买一句 嗯 个人就15年了 我退休 交费29年的 现在都就27年了 嗯 现在26年半 嗯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一十八个月 我过家 反正 没他能寸 但是我也不外奖 但是我比较勤俭 嗯 他是家里啥都喝香药了呢 我说去他 我都呼了 嗯 啥都这般的可齐了 我这有啥说啥 嗯 我再有二年多 也开 开支 大家也服务实实的啊 是 过日的人 大家就能看出来 是过日的人 嗯 大哥说冯贝都会呢 现在 没 没他收入 我说反正就是 地包了两钱 国家给我了两钱 反正就是 你花不多少 花不多少 也得 不花不花也得个 三百 三四百块钱 对 那挺省的呀 一个月就花三四百啊 反正自己种点小园 也花不多少 种点园 我们行安没事 农村不烧火炕吗 我去上餐捡点菜 好 捡点菜 没啥额爱的花销 没啥额爱花销 没啥额爱花销 花不花销 嗯 我一个月基本不花花销 有二百块钱够了 哎呀 你也这样啊 我就吃点饭呗 我中午还在厂上吃 就找人给家吃点 所以你不觉得惊讶 没有没惊讶 你这个生活人 我不惊讶 那我比大还只稀呢 不是我个儿该只稀 我要是出去 要是朋友了 是什么 反正我也没啥朋友 就像咱们在一起 我应该我掏钱 我是面上人 那对 该花都花 该省的小 对对对 我咋的都能对我 老妹我跟你说 我也是不抽烟的吗 三四百都花不上 一个月抽烟钱 还得三十三百来块钱呢 对 那是 那你除了抽烟 不干别的了 就三四百块钱呢 就说把抽烟钱拿上去 不算抽烟钱 过日子三四百块钱 对我而言 挺会过的哈大哥 这俩人这还比上 谁过日子更会省钱呢 还别说 这么一闹还真挺对比 两个人的消费观念都差不多 一下子就增加了 对彼此的好感 王大哥也主动烙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们家里有病之后 我们家里是17年得了病 到18年 十一月份就没了 完了后准 我亲戚跟我介绍一个了 过了一年多点 就我不常 也咋也别说 谁 我跟大姐也说了 嗯 说了 我还永远给他拿了两钱 拿了两钱 这真是 生活我不明管 我这有事吧 啥情况我都给你介绍了 那你一个月给你拿多少钱呢 一个月啊 我这跟你不把想 我那时候我说 我给你拿五百五千零花钱 嗯 但我开始呢 我说呢 我只能多不能少 我俩用啥不过呢 我这时候主要的就是 就是比方说 就是比方说 我们我们的村子 谁谁谁在那儿喝呢 他也不知道 我跟你是啥管 他就多喜 他喜喜 不用说那么太细 喜喜 两个人性格不合 就分得很正常 一句话就包括了 也别说也不用说那么细 这咱都这么大事 是不是 那都是小事 我不在乎 之前咋咋地的 我在乎以后物理的 之前说的有啥用 是因为有点故事啥的 是不是 有点车骨弱化式的感觉 我着急 我是性格急 行行不行 拉倒七哈拉完事 他也是紧张 可能是的 大姐 你挺善解人意的 能理解大部分 我可理解人了 我跟你说 我还心疼人 我一想理 我就说这个情况 想让他知道 不是咱的毛病 是不是 我现在不是说我那么 我个人刚好 说我可爱一面之词 说我可爱 也是说可爱 那咱不也有原因吗 你没过去多了解人家 然后就草率地跟人家走到一起了 那是 是不是 能追 有一句话就是 太草率了 汪花就菜了 时尚的王守仁 这是想让赵秀梅明白 自己绝对是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男人 赵秀梅也听出来了 王守仁对上一段感情 没少付出 但是此时 他更想知道的是 王守仁面对下一段感情 还会那么付出吗 我信我这一个人 咱呆不起哈 我也没有呆着 没有呆着习惯 这么多年就是 干 反正前世没整下 活没少干 从哪 我俩零完婚以后 我个儿 个儿养 我个儿个儿犯的事 我一年交六千多钱 那个医疗 交四九年 医疗活 医疗就是肯定不花钱的这个 一年交六千 嗯 那也是医疗活 好像属于商业保险 是吧 大姐 好像是吧 商业保险 工程给我办的 我也不懂呗 一年交六千 嗯 这交几年的 交四九年 交四九年以后 这钱给发回来 我交五年了 我五十交的 那你没有社保 那你没有社保 啥也没有 反正我这一堆一块 那是 没啥啰嗦 对 反正就是 都没啥 我这一年六千块钱 就生于四点负担 嗯 那才交五年 嗯 还有十七年 嗯 那才交四年 看病啥的 住院都不花钱 那得分啥病 那本身就摆保险 不能 得分啥病 它那属于大病保险吧 嗯 是吧姑娘 是 商业保险吗 不就是买的 有重大疾病 还有能够追养医疗 这个吧 这个也不白交 你说谁不保险 不省点病 十八了哈 一年一年才交 一年六千 其实吧 我的 要求也并不高 咱们也不是说 我也 啥也没有 就一个人 庆祝雷家的话 那是 负担就是 我一个月交这六千块钱 保险 是 是点负担 那 完了我还能干 我还能干个四年八年的 就我个儿交我都交不起 这说一些心理的话 问题你不是 你不得有对象了 就得拿了吗 哈哈 这对象给交呗 这些负担都得落你一个人身上 可你能不能负担你的血 你能负担你就负担你 就说你负负担不起的 就起了咔嚓就完事 就是说 你不要负担都得落你 那是不好意思 是 这玩意儿这都是实实在看的 就是说 管这个要求 我还是负担起来 就管这一个事 我还是负担起来 觉得大哥这态度咋样 就这个问题上 好像有一点 小心眼 觉得大哥犹豫了 不大方 但后来好像没相容我 可能是 大哥后来不表态了吗 哎呀 相容了 这点钱算啥呀 早敞亮的 大哥不这么说了吗 这有呢 大哥不这么说了吗 这不算啥 是 说是说了 那是抢几头的 并不是说的 我从心里往外 我就应格你了 我就你多钱 你不是说六千 一万我都给你掏 他没有这个感觉 我喜欢男人 大大方方的 别一人挤点两位挤点 不挤不出油那种的 我不喜欢那样 我最近 我跟他 我也说 我哥哥挣钱 我哥哥交 我都交得起 那我别的要求没有 这点负担他扶不起 那我还找他干啥呀 就跟我给我饭吃 我哥哥谁也能养 我们自己 从容实实的 是不是 我哥哥都能交得起 那你不是那事人 我上这边来 我工作没有了 我就啃着他 那也挺难受的 是不是 但是大哥不也说了吗 这点要求不算啥 是啊 他也说了 说了 但是我也没说 带过他要这个那里 也是 管 就是这一个事 我弄 不是事 不是事 管这一个事行 所以 你干事他不说 你先说呀 在一年六千块钱 保险费的问题上 赵秀梅觉得 王守仁回答的 有些犹豫 不过也表示理解 毕竟都经历过 失败的感情 谁都害怕再次受伤 就在猴娘以为 今天的相亲 八九不离十的时候 赵秀梅的一句话 让现场的气氛有些尴尬 我是不可能上这来的 不来啊 不来 大哥家条件多好啊 条件好是好 问题我待不住 我那份工作 我有点不舍 但是我孩子都可长春 到处有多远 一个万小时啊 再来 我都没丑 上去什么 因为啥呢 咱们这岁数 一天比人岁数大 听孩子跟起来 会照样着 讨我点点的哈 我觉得能方便点 在领厅的走这发的 我也有点不喜欢 在这呢 没啥干的了是不是 嗯 不干活不行 我不上班 我待不了 我待不住 找个别的好干 你这整天要不在这屋里头 你天天 四个八个菜供了 我 我都不待 嗯 我都不干 我应可我和周 我得上班 待不住 嗯 这么多年没待过 我就听实在不过说 就说 就说 现在就是 要我上场 你就 就说三四万 你买个小面子 我现在还付不起 没有那些积蓄还是一个 我这还得交涉宝 对 我这房子跟他一半我卖不了 我能 现在还不能价不好卖是吧 不好卖 你盖是花十四五万盖的 现在 能卖上 不可能能卖哪些 现在呀 能卖本吗 不是 现在我又卖了十五万的话 那也算不错不错 就说上厂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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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买不起了 不是 这说是 对说就说死的 买不起 也别说行着话 嗯 是不是啊 咱去我 我就说先去 三十万 我说不去 我就多钱我也不去 就完事 三十万 骑着咔嚓的 就是当然是你卖不了 对 我就喜欢骑着咔嚓的 我上那去 一直没房 第二 我这房子不留 我这个蹬子 我还不放心 是不是 这都现实 这都理解 大哥我也理解你 现实情况 就是卖了的话 就是这么个情况 事情就这么事情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总体来看 觉得大哥咋样 他不记啥意思 好行 还行 过日的人 他的身事 挺好的 那能不能 下一步沟通沟通 然后达成共识之后 有下一步发展的可能吗 不行了 不想了 你啥呢 那已经到这地步了 就 哪个地步了 这已经都表态了 就别往前 那个啥呢 不争取了 不争取了 相不想弄大哥 还行 总体来看还行 是吗 行 然后最终就差在这个地域的问题 他又不能上长春 咱又不想上这来 对对对对 那就这一点挺可惜的 不留电话了 不留 我说是吃完水果了 不吃了 太凉 你上饭店吃饭 不用客气 我们就直接回去了 我们回家吃了 中午 中午也不要紧 我真的有上饭店 不用大哥 你别破费 不对 我们直接就回长春去吃饭了 那你就在屋吧 别出来了 挺冷的 拜拜 回去吧 嗯 走吧 在哪地居生活 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王大哥呢 一是舍不得这个家 毕竟啊 倾住了自己半辈子的心血 盖的房子 二是呢 在长春买个房 也确实呢 有些困难 而赵大姐这头呢 就这么一个姑娘 当年呢 就是因为想姑娘 才撇家舍业的 从内蒙老家来到长春的 现在呢 要让她上大哥这来生活 她也觉得呢 多少啊 有点舍不得姑娘 虽然今天的乡亲呢 没有成功 但是呢 我们的王大哥 还有赵大姐呢 一点都没有气馁 他们呢 都跟红娘说了 说会继续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有合适的 还让红娘呢 帮忙给介绍 那如果您相助了我们今天的大哥大姐 欢迎呢 跟我们联系 我们也相信呢 同样朴实会过日子的两个人 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她70岁了 还腰杆溜直 扬言年轻人都比不上她 连续能摆一百个 一百个 你查查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跟不上 叔叔你慢点 你别把这个胳膊沉着 会做饭 会养生 会疼媳妇 她自认自己就是三好男人 就我年轻的时候 我这孩都那么大了 有的是小姑娘注意我 我连碰都不会碰的 但是自信的男人也有短板 究竟啥是她相亲的障碍 我的长处可以说 除了这两样 就我这 这个一切一切 我经得起 在人们之中去推敲 根深相处我都 首先 就把他们短板拿出来 乡里乡亲 掰手腕找老伴 下期播出